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我是西兰 今天是一个不一样的视频 而且你只能订阅我的深呼吸才能看到这个节目 然后今天的话题是给新人up主 新人小耳鼻卵子的三个建议 因为我们深呼吸上面一直说什么 你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爱好 找到自己爱好之后 你就可以啊,很快乐 然后发现很多给我写信的人 他们的爱好呢,又恰好是做视频 那么这个原因也很容易想到 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视频 或者喜欢看其他人的视频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喜欢听深呼吸这个节目 因为恰好我也是做视频的 所以很多人也自然而然的 去想要做自己喜欢看的东西 我不是说这是什么不好的主意 OK,我以前做过一些视频 比如说为什么你不应该绰约做主播 这种类型的视频 但是如果这是你的爱好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但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话 你很快会失败 然后你很快就会发现没有人看你视频 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里是我给你的一些建议 我来看一看啊 我这里写了三项 第一个是爱好 这个意思是把它当成一个爱好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工作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爱好 刚开始都是应该这样子 如果没有任何人看你的视频 然后你又觉得这是你的工作 你每一天给自己的价值 都和自己有多少播放数 有一个联系的话 你就会马上没有任何动力 你永远不应该指望 这是一个有出路的事情 因为大多数情况 我会说95%以上 看这个视频的你 如果你打算开一个自己的频道 然后做视频的话 你都会失败 失败的意思就是 你做了两个月 然后没有多少人看你视频 然后你可以一直做下去 也不会有更多的观众喜欢看你 你不会有任何粉丝 然后你会继续做下去 所以这是第一点 如果你的心态从一开始 就是这只是一个爱好 有没有人看 乖我屌事 只要我有一个播放数 我就感觉很满足了 或者只要我有两个 经常看我视频的观众 我也感觉很满足了 我不需要像那个谁一样 变得这么大 你可以有这个梦想 但是如果你也没有达到那个level 你也不会非常非常的消极 这个是第一点 OK 如果你不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爱好 而是当做一个你必须完成的工作的话 你很快就会失败 然后你不会有下一步 好了 现在我假设你知道了这个道理 然后你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视频 这里是给你的下一个建议 抄袭 没有错 抄袭 你可能会想 CC 但是你不是说抄袭是不好的吗 我们不是都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吗 我知道理想情况下 这是最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刚开始的话 我不觉得你可以一个人 知道所有事情 我不觉得你一个人从一开始就知道 摄像机应该放什么位置这么简单的事情 麦克风应该怎么录制 自己视频应该怎么录制 我不觉得这种事情你都会学会 我认为作为一个信任奥主 你需要有十分十分十分多的时间 才能摸索出这些事情 你需要花十分多的时间 才知道怎么录制自己麦克风里面的声音 我不觉得你会马上做第一个视频 就知道该怎么取字的标题 或者该怎么让自己的视频让更多人看到 所以我推荐你 这也是我一开始做MC视频做的事情 就是抄袭别人 那么这里抄袭的意思不是盗取别人的创意 然后说这个创意是自己的 而是看别人在做什么 别人的缩略图是怎么做的 别人的标题是怎么取的 他们视频是怎么录制的 灯光是怎么打的 剪辑是怎么剪的 说话是怎么说的 然后学他们做一样的事情 之后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阅读精品 你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一开始如果你要正确的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抄袭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方式 前面这些建议都是比较新人向的建议 这些建议不是告诉你一个缩略图 什么是最重要的 或者一个标题什么是最重要的 或者一个视频内容什么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能让你知道 你一开始作为一个新人up主 应该主要聚焦点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些建议 慢慢的找到怎么做一个up主 那么第三个建议是一个比较有实质性的建议 然后我也觉得是一个 如果你要做一个up主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同情心 同情心不是说 我看到这个狗死了 我好伤心 不是这种类型的同情心 而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要想观众 想要看什么 当然如果你把这个当成自己爱好的话 你会想什么 我只想当成自己的爱好 你刚刚不是说要当自己爱好吗 我为什么要想别人要看什么 你当然可以这么想 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的爱好 恰巧和别人想看的东西不一样的话 没有人会看你 这是事实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都想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自己想做什么 别人就会想看什么 我想做一个视频 关于我最喜欢听的十首死老鼠的音乐 会有人喜欢吗 会的 大多数人会喜欢吗 不会 所以也许我会做一个视频 放在摩点上面 就是为了我自己玩一玩 但是你觉得我会把这个视频 放在YouTube上面 或者我自己的微博上面吗 不会 再比如说我可能 会想做一个逆软裁判 这个番剧的影评 番剧怎么评价 慢评 那个叫慢评 这是一个十分二十元的词语 慢评 但是你觉得我的观众 会在乎这个事情吗 可能有一些 可能1%关注的人 正好也关注逆软裁判 但是你觉得大多数人会关注吗 不会 所以如果我要做这个视频的话 也许我会放在摩点上面 给我的核心观众看 但是我不会发在YouTube上面 或者发在微博上面 等等等等 所以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 你一直要想的事情是 观众在乎什么 比如说如果我做这个视频的话 我知道 关注我深呼吸的观众 很多 一大部分 是想听一些 关于人生的建议 这些观众里面 大部分也是学生 学生里面有很大多数人 不知道自己的爱好是什么 然后知道自己爱好是什么的人 很多人想尝试 怎么去做视频 所以我做了这个视频 给我深呼吸的观众 每一次你做一个视频之前 你都需要想 这个视频是给谁看的 然后他们在寻找什么 所以你要对观众产生同情心 你要以他们的角度 去想你该做什么样子的视频 所以作为一个up主 你每次做一个视频之前 你需要想的第一点 就是观众为什么会在乎 再比如vlog的例子 一些人喜欢看随机挑战 是因为新奇感 一些人喜欢看不要笑挑战 是因为搞笑 一些人喜欢看不要尴尬挑战 还是搞笑 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个游戏实况 然后你的标题是我的世界生存第一集 没有人会点进去 然后如果你这整一集真的只是在生存的话 也没有人会感兴趣 所以这是你要想的事情 观众想要看什么 然后如果你有观众的话 你要想想你的观众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人 他们为什么看你的视频 然后你应该做更多内容类型的视频 所以差不多就这样子 这是三个给新人up主的建议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入门级的建议 但是很多人经常会忘掉这几点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要这里解释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留在评论里面 然后如果是关于一些视频的话 我应该会回复的 也许啊 如果我没忘记的话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